如果我今天希望清除,然后加上血型 可是加上血型的这个动作 其实前面有讲过类似啦 反正就是for i 清除的话比较简单 就是for i 等于 6 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把 F 栏里面的资料清空 那再来的话呢 我会希望怎么样 再输出公式 那输出公式的话呢 这个前面有讲过类似 就是输出到 F 栏 里面的话把那个公式直接贴上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公式其实还蛮比较长 而且里面的话有很多什么 很多的双赢号 需要把它取代 第一个我讲过了 如果里面有双赢号 你要把它取代成两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你列号 列号哪些会改变 你可以点第一个再点第二个 其实答案就出来了 有没有 变成七的 这一个跟这一个 所以做法上面我讲过了一个简单的方法 Ctrl C 当然你不用直接贴啦 我建议呢 我的习惯是直接贴到记事本 利用记事本来改 会比较简单 那记事本其实是一个蛮好的简单工具 它里面的话你可以把它取代 把一个变成两个 全部取代 第二个的话呢 把6 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 因为有两个嘛 你就双赢号双赢号 移到中间 and and 移到中间 再加个i 好 然后呢 前后 空白 空白 这样就好了 全部取代 因为有两个嘛 取代完 它就帮你把这一个变成 有没有这样 原来的6 取代 那你又把这个复制 再贴到哪里呢 贴到刚刚清除的那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地方就会有 那这边的话 我这边有一个血型 那把它贴到后面去 这一串有没有 贴到后面去 OK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可以输出了 不过呢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格式 这个所谓的格式 我先把它那个 注解 先不要执行 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输出 有可能一种状态 就是说 你第一次输出 的时候呢 假如那个格式 你把它改回来 比如说它原来是这样子 这个 然后也许是 也许不是 也许是新系 不是标改体好了 比如说 我们原来的是 那个新系名体 那假设我这三个格式 先把它改回来 然后换来什么 自动换列 它本来没有自动换列 所以如果你今天输出的话 它会怎么样 它会把 那个格式 这个啦 底下全部 就是 你变成说没有办法 变成你要的格式 那你变成 你自己还在最后 在手动做一个格式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需要加上什么 修改有四个东西 那四个呢 就是刚刚做过的 一 如何让 我的文字 靠左 OK 水平 第二的话呢 把字 换成十号字 微软正黑体 格式 自动换列 那这个问题 那你现在应该是不会写 可是你要怎么会变 你会写这个东西的程式吗 反正不管了 以后如果你要格式的话 我教个一个方法 程式会自动产生 如何自动产生呢 关键在这里 开发人员 里面的什么 录制聚集 其实录制完聚集 你看到关键的地方 拿来用 就可以了 但是他录完的东西 会录一堆你不要的东西 但是你可能要学会 就是看懂 里面你需要的部分 把它拿来用 就可以了 好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第一个 我刚刚的东西 录制聚集 那你名称可以不用改 没关系 我主要是要取到 它的那个需要的关键 那个几个属性 按确定 那我第一个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把它变成 靠左 OK 第二个 10号字 第三个 微软正黑体 这么多 找到了 OK好 微软正黑体 按右键 锯线 除了个格式 里面的自动换列 按确定 好了 对吧 请你把聚集录停止掉 再切到聚集旁边这个地方 那因为我刚刚名称没改 叫聚集编辑一下 基本上 基本上 它录下来的东西会是长这样 一定是一个 vist selection 这个selection呢 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 你 游标放的选举区域 那其实也可以等同是一个sales 或一个range 就是一个储存格 那其实我们关键在这里 就是说 点 这个地方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今天呢 要让你的储存格 变成什么 水平 靠左对齐的话 主要是这一行 那垂直我不要啦 反正它录下来就是一段 vist 开头 vist 结束 所以你只要什么 把这一段抓下来 复制起来 那记得哦 前面开头 你就加一个什么 sales 因为把selection 改成sales 哪一个sales呢 i i 逗点 f ok 实际上呢 就是把我这个储存格的水平 至中 靠左对齐 ok 所以以后 如果你把程式 写在你的程式码里面 这一行就会靠左对齐 第二个的话呢 字换成sales 有没有 换成10号字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 一样 c 点什么呢 先点foam 因为它上面这边会有个什么 foam slash 点foam 你就照着做 点什么呢 点size 等于什么 10 下面有一个什么 嗯 这边有个10 啊10的话是用数字 第二个动作就做完了 第三个动作呢 微软正黑体 foam的名称改这一个 所以你可以什么 把它copy一下 放到这个后面 放到这个后面 然后这个地方 再copy foam的name有没有 哎 就改了 第四个是什么 换行 那换行 换行在哪里呢 其实关键在这里 在这个 warp test 的一处 那是selection 所以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一行给Ctrl C 然后再加到这边 OK 打一个sales 好OK 那最后做完之后 你把这四行 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的这个下面 有没有 这个地方 我已经预先先做了 把它取消注解 这个时候呢 对齐有没有 就会靠左 我刚刚顺序有点 把它换一下 OK 那基本上呢 上面的三行 包含就是靠左 微软正黑底 跟大小 还有换行 OK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希望在你的格式上面 做修改的话 关键的话 就是把什么 原来录下来的selection 改成什么 你的出唇格 在什么位置 后面加上它的属性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这样的话呢 就至少让你本来没有的 也可以至少知道说它做什么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里面 有很多不需要的东西 可能你要稍微把它跳过来 有些如果你不知道 没关系 暂时先不用理会它 有些东西比如说像这个是删除线 有些像什么 这个是underline 底线 还有很多 你可能会需要 但是如果暂时不需要 就可以先略过 那就把这个地方做完 你下一次执行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你要的格式 也套用到你的那个回圈里面 这个地方我是把它放到 这个sales 就回圈里面 输出资料 并且加上格式 这样就完成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完成的程式 在云端上也有 有一些像一些格式 如果你本来不会 没关系 你录一下 再稍微看一下里面的相关的属性 就会有答案 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 这个综合练习 综合练习把两题讲完 那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会再来看那个其他的范例 不过其他范例还蛮多的 所以回去可能各位先看看 有些可能挑个起题 或者是说你可能对某一些题目 比较感兴趣的 那你也可以提出来 因为后面有综合练习题 蛮多题的 那请各位 可以先看看 如果你有对 比如说像什么 大型四算表 或者什么销货单 或者是说一些文字相关的处理 或者什么股票交易等等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提出来 OK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到这里